二零一五年香港國際電影節 三月底將登場了 張艾佳指導的最新電影 《面念》獲選為開幕片 更成為本屆電影節的焦點影人 主辦單位還精選了包括少女小魚 心動等等十三部由他指導 或者演出的作品 另外導演張作季的《最生夢死》 還有《萬人的車拼》等等作品 都入選了今年的電影節 從前在大海裡很深很遠的地方 有一個沒有人知道的美人魚宮 媽媽為什麼要離開家 是因為我 還是因為她自己 阿妹 你看這什麼 美人魚 美人魚好漂亮喔 美人魚在游泳 念念描述李心潔飾演的母親角色 跟丈夫之間有不被了解的孤寂 只好每晚說著人魚同話 給一對兒女聽 但她一個自私的選擇 卻改變了兒女的真實人生 張艾佳透過新作品 傳遞溫暖的感受 或許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念念的故事 我覺得一定是感動到我 講到兩代的關係 尤其是我覺得 我今天坐台下看 我覺得不管大家拍的是什麼樣的體材 不曉得為什麼台灣的電影 在畫面上呈現出來 就會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這種感覺是可能在香港 你看不到 香港電影看不到 大陸電影也沒有的一種氛圍 我拍電影出來的感覺 就是還是他們看完 就說 哇 這好有台灣的感覺喔 都會這樣講 我不曉得為什麼 可是後來我真的感覺到 其實可能就是因為我們成長的過程 我們心中還是有一塊很溫暖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逃不掉的 念念其合的李心潔 梁若詩 張孝全 和柯宇倫等演員 張艾佳說 演員展現了跟過往不同的演出方式 會讓觀眾有全新的感受 這個角色我其實很喜歡 它的特色就是它很柔軟但是很堅強 其實是我阿信之後等了非常久的角色 然後這次在導演的調教之下 他把我浮躁的氣息給磨掉了 讓我學會了比較內斂跟沉穩 除了新作品獲選為影展的開幕片 張艾佳更成為本屆的焦點影人 主辦單位精選了《少女小魚》 《心動》《山中傳奇》等13部作品 推從她在電影上的表現 我覺得唯一有點可惜的 就是因為有些戲很棒的戲 可是因為版權的不清楚 所以沒有辦法做到好的修復版 我到現在還是希望能努力 能夠找到所有的老闆們 可以大家可以 真的是很尊重一個電影 可以好好地珍藏它 然後把它祝福好 今年台灣入圍香港國際電影節的作品 還包括了劇情片《醉生夢死》《車拼》 《進入片太陽不遠》《那時此刻》等 展現了台灣多元的影像風格 台灣也將組團前進同時間舉辦的 香港國際影視展 希望透過參展的機會 把台灣的影像作品推上國際舞台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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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